一出因肝癌住院 今天傳出 其實在去年底 就病逝雙核醫院 享受71歲 院方回應 不方便透露病人的隱私 但是還沒有獲得證實 不過經紀人表示 聯絡不上菜頭跟他的家人 有消息的話會再告知 消息一出 也讓他的演藝圈好友 還有粉絲們 相當震驚與不捨 一出場總是笑料不斷 藝人菜頭幽默形象 深植人心 卻經傳去年底 他因肝癌病逝 享受71歲 經紀人接獲消息很震驚 表示許久沒和菜頭聯絡 只是合作 並非正式簽約關係 一直沒聯絡上菜頭 和他的家人 有消息會盡快告知 這個好水喔 在綜藝節目上 賣力搞笑演出 近年菜頭淡出螢光幕前 去年11月26號 被爆出肝癌住院 當時他回覆平院記者 證實肝癌住院中 家人不能探視 如今傳出病逝消息 雙和醫院表示 不透露病人隱私 因此尚未獲得證實 不過好友曹熙平 晚間發文表示 永遠會記得你 謝謝你 藝人菜頭曾對他說 如果有一天走了 絕不會告訴大家 會交代家人 要跟大家講 我在國外 敬業的菜頭 總能迎合觀眾口味 當年爆紅程度 打開電視機 光是聽到這一句 你知道嗎 就知道是菜頭現身 你知道那種年 有多討厭嗎 你討厭到什麼程度嗎 1950年出生的菜頭 是諸葛亮俱樂部 第一代主持人 曾與白冰冰主持連環炮 1995年創辦 紅頂藝人 是紅級一時的秀場天王 演藝生涯超過50年 白冰冰經紀人回應 前一天才跟白冰冰聊到他 如今傳出病逝消息 也讓演藝圈好友 與粉絲們感到 我會再認識一件事 我會再認識你 我會再認識你 感谢观看